早安 小心, 還要小心 四哥 四哥 這個你們叫做私人 人一來 好, 歡迎所有有線電視的嘉寧觀眾 收看我們全新一輯的怪談 新的一輯怪談的名字 叫做泰國不思守記 古名思義, 我們會到東南亞 拍攝一些大家不可思議的事 或者人 好, 當然介紹我吧 也是我, 真不好意思 我是梁師傅 而我的拍檔就是神寶儀寶儀 師傅, 你好 大家好 今晚除了有泰國不思議手記之外 我們還會接聽大家的電話 如果大家要任何靈異經歷 或者有問題想問師傅 都可以打來我們的怪談熱線 就是1831121 機會難逢 很少兩年多 沒有聽過大家的電話 即是我們 如果有甚麼問題 可以隨時歡迎打來 或是跟我們分享你的經歷 當然要介紹一下 今晚我們的師傅 就是浩雲師傅 浩雲師傅, 你好 浩雲師傅, 你好 大家好 好, 見到兩位美女 今次泰國不思議手記 他們兩位負責去泰國 搜羅一些鮮為人知的一面 介紹一下 古曼彤和摩納 兩位好 很久不見 今晚這一輯說黑巫師 是 我不知道幾位有否聽過 娛樂圈中人 又說去泰國 請甚麼大鬼 黑巫師 去改變命運 給幾十萬 不轉運 其實黑巫師是甚麼 今晚我首先要通知大家 可能一部份鏡頭 會引致觀眾不安 又或者大家會看到一些很恐怖的畫面 例如一些人的骨 或者舌頭 原來這些是他們用來練武術的法器 當然馬上要古曼彤和摩納 帶我們去泰國 就好像看這一集 這一集中 我們會認識何為大客巫師 還有拜黑巫師 好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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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開始吧 泰國一直流傳著不少神奇詭異的傳聞 怪談攝製隊這次來到泰國 首先要去拍攝一位 擁有神奇力量的高僧 當去到廟宇的時候 竟然遇到超師傅 他說曾經在這間廟宇修幸學法 所以時常都會回來探望這裡的住持 好像今天適逢佛日 他就特意回來協助住持做佛日法使 師傅,請問這間廟宇有什麼特色嗎 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特色很多 首先帶你們來看看 這個特色 這個在泰國人的傳說是雪櫃 泰國人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特色都可以 樹櫃是一種陰木 為何這個天氣是最好的 因為上風浴雨的時間 有陰陽很高 深山野嶺才有的 泰國文化裡 為何這麼喜歡放陰野 他們喜歡到六合彩 他們會求六合彩號碼 師傅,那個雪櫃在哪裡 現在穿著衣服 這個已經是 女生 對,女生就是 這個樹櫃 真正的材料就是在旁邊的樹木 如果你們待會許願可以摸摸它 希望求到你們心想要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緣分 或者求完之後摸 有感覺 那個機會會很高 渡死 想吃嗎 沒有 要得到嗎 愛,沒得到 走了 奶奶 奶 奶 師傅為何今天他們要吃炭 吃炭是法科的一種 這種我們叫做神通 他們經過一個大法堡之後 師傅身體的能量很大 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家庭公眾也不要模仿 因為炭燒得很猛 如果吃到口 我覺得不會損傷 如果師傅這些高層級的師傅 炫耀一些鋼神的力量 神父體 你們也聽過刀槍不入 這些是列入神通的泰國法科 這次你可以見到 可以 超師傅說 龍婆鐵除了精通佛法之外 蓮祭古蠻堂也相當有名 不過它更厲害的就是擁有神奇力量 除了刀槍不入之外 還可以用法力將周圍的壁虎召離 在泰國 壁虎是聖物之一 可以增強財運 好 現在我拜託你叫李師傅 好 好 泰國 要客人要客人要客人 客人要客人 這個叫阿讚鐵師傅 這間是你的主持人 因為今天我們叫法人 今天能量很大 在泰國 曾日法師為善信祝福 手法各有不同 而龍婆鐵就會先請 泰國法的祖師爺 Lucy附身 以Lucy的法力為善信加持 先為善信推金增魂 然後再用火法咒語為善信加持 超師傅說由於佛日的關係 今天為古曼和摩拿加持的力量 就更加強大 好 今天師傅就特地為我們歸談 接著他做一個祝福加持 師傅今天特日的力量很大 因為他挺光臣 光臣的意思就是天神日 就不是我們平時補功人的日子 所以法人和佛妙 也有很多善信去拜神 剛才一直在聽龍科蓮經的時候 越來越專心 突然間差不多到尾的時候 我感覺到人的身體很輕微 所以我自己動腳 然後突然之間 其實我很熱的 因為我皮疊皮疊 但我突然一整身無本動 一直在那裡 不知道為何要搖 然後我好像有點舒服 但我再看就不是辛苦的 就是好像舒服 我覺得這個很有力 我不知道為何遇到天神地 任何的關係 所以我很開心 因為我擺了這麼多神 我沒有試過這麼厲害的感覺 我覺得很大力 沒錯 非常大力 非常大力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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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把風風 是陷入了皮膚裡面 在這裡 讓你再拖 我可以這裡 後面 我走了 接受了龍婆Ted的祝福和加持 而且看過她利用古曼彤的力量 令超師傅刀槍不入之後 龍婆Ted還說 如果兩位女主持夠膽 她同樣可以司法令她們刀槍不入 不要踢了 師傅, 有沒有來試試嗎? 沒事, 沒事 沒事, 沒事 慢慢走, 接著慢慢走 慢慢走, 不用快 很可怕 上上師傅, 對了 上上師傅的力量 上上師傅的力量 慢慢走, 慢慢走 慢慢走, 慢慢走 好, 看你的腳 沒事的 真是的 慢一點, 低一點… 定心 慢一點, 慢一點 不要害怕 小心, 小心 小心, 還可以, 別縮不縮 慢慢來, 慢慢 慢慢來 好 有甚麼事 慢慢來 沒事 沒事 太脆了 我找到了 正當大家以為 龍婆會繼續吃火炭的時候 她突然說 徒弟用了有鐵釘的木來生火 令祖師爺很不高興 所以終止這次吃火炭的神通 這次兩位怪談美少女 古曼彤和Monna 帶大家去看很多未看過的一面 你們倆都很勇敢 試盡所有事情 這次的旅程 踩玻璃也一樣 厚雲師傅 我想問泰國很多阿讚和神波 他們都懂得神通 其實在你們的法科中 有沒有刀槍不入的法門 其實在錄吟本身來說 有很多刀槍不入的法門 因為每個錄吟的弟子 當他畢業時 都必須有過刀儀式 過刀儀式是利用神的力量 我們去唸一個咒 然後再去消符 然後師傅就會拿刀 在我們的頸、腰、最脆弱的位置 拖刀、甚至劈刀 情況也是一樣 是利用神的力量 透過符咒請神到我們的身體上 然後導致他們踩玻璃 刀槍不入等情況 可以發生 因為我拍攝了刀槍這麼多年 你看過不少的東西 我未必每次都會相信神通 例如我一次在香港看 我真的要在香港踢爆他 那些刀 因為他被你劏的那一部分 真的會來的 但前後沒有開封 所以他怎樣劏弱也沒事 我自己都沒有事 不,我們用一個最科學去解釋 例如我剛才看到他們的玻璃 根據美國專家說 玻璃如果打破那個 你找一個方法去打破 或者浸了一些東西 當他們的切角面不離開時 無論你踩多少次 其實也會沒事的 其實它的離開是切角面 解釋得我們 當然,大家可以慢慢探討一下 先問問兩位 剛才我看到你們摸的神樹 因為我自己回到國內 試過吸入那本樹的靈氣 我覺得有一股氣 積入我自己的身體裡 有一股氣 因為始終那棵樹還在生存 但你們已經死了 你摸的時候有沒有感覺 其實它的感覺就是… 它比一般樹滑一點 可能它說放了很久 有很多人去摸 其實我沒有說過那股神氣 沒有… 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對 古曼彤呢 其實真的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你摸的時候 可能時間比較短 而且…只不過是一個死物 我自己就覺得 沒有甚麼很強的靈氣 入了我心 當然了 貪討和認知 每天都可以發生 而且可以多看一看 稍後回來 我們會繼續在泰國不思手記 稍後看看黑巫師 究竟如何幫人改運 稍後見 這間廟有一個師傅 他專門做音樂 這個時間 我們叫泰國是音時的 他正在做大鬼的開歌 歡迎大家回到怪談的直播現場 我們今集就叫泰國不思手記 是的 稍後我們會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如果大家有任何靈異經歷 或者有問題想問同仁師傅 都可以打來我們的乖談熱線 電話號碼是1831-121 東南亞真是千奇百怪 甚麼事都有 而兩位古曼彤和Mona 到達後 但接下來說 你看到黑巫師 就看到人的舌頭 只是舌頭 然後人骨 所有的腦漿 你們不害怕嗎 不害怕 純粹是想完成很久了 是嗎 真的不害怕 他們不害怕 就不等於觀眾不害怕 再次說 可能會引致家庭觀眾不安之餘 我都要說一件事 香港的法例 無論是擁有 或是所有的私藏私體 都是犯法的 甚至買賣都是犯法的 當然 這件事大家馬上看看 我們先看看 見識過龍婆TED的神通之後 超師傅帶大家去找一個 王族御用的黑巫師 這個巫師的陰法非常厲害 而且收藏了很多千奇百怪的大鬼 古曼童 還說今天是陰日 無師一定會有法事進行 而且保證大家從未見過 超師傅 現在我們去到這間廟是最漂亮的 這間廟是一個師傅 他專門做陰法的 這個時間剛好我們叫做泰國 是叫做陰時的 他正在做大鬼的開崗 稍後你們可以看到一些程序 我慢慢介紹給你們知道 好 大家進到法壇 黑巫師亞贊瑟正準備做法事 他並沒有說甚麼 只是示意大家坐下 然後用法線圍著大家 到底為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超師傅說 因為現在是陰日、陰時 亞贊瑟會為他練祭的大鬼 做開崗法事 大家機緣巧合 他也會用法壇的力量 為大家加持 都在開崗法事宣佛 但阿贊師是以陰法為大鬼進行開崗 和為大家加持的 換句話說,他即是用鬼的力量 為大家加持 這樣對古曼彤和Monna 會否變成引鬼上身呢 泰國佛教,佛也是聖謀 陰也也是聖謀 我們求人緣招財保平安 為何那麼多人喜歡用陰謀 佛的戒條很多 我們會想多了東西 佛人多 即是你們要很正常 陰謀甚麼都好 快 不需要守戒 但小心人 對方要換 不會不好 但要橫 守承諾 因為你很快去求 我經常聽人說嗎 如果有陰謀 就能接受 那些人沒有這種音樂 我們學了這麼久 都沒有聽過這些 你們會說 就能接受 破了 就能讓我來 說 他們會誤重 我你會想 說 好,來吧 好,來吧 唸完經文之後 阿讚濕就會利用火法 和大鬼做最後的開光 超師傅說 阿讚濕用來做大鬼的材料 主要是枉死的人骨 再加上在陰日、陰時、火法連成 這種大鬼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 不過要供奉大鬼 一定要誠心誠意 如果求大鬼做事 一定會有條件 完成心願之後 就一定要兌現承諾 這隻就是剛才我們 師傅開崗的大鬼 這是一個大人 泰國人叫耳布鬼 耳布? 用骨頭會有一個影視 耳布不是太格式嗎? 他另外一種來 鬼的品種很多 剛才開崗就開崗這塊 這些大鬼通常是死於非命 自己不知怎麽死 我避免怨氣 很難拿到他的筆 加進去 剛才你們看看師傅 陰時才能開崗的 剛才開的筆只有這麼少 骨不多 這個其中一種是陰藥 骨頭是陰藥 骨頭 人的骨頭 骨頭? 這個骨頭就弱了一點 人的骨頭 人的骨頭還弄出來的 人的骨頭 組成 這個骨頭 撞車 死於非命爆頭 這是人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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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死掉的東西 突然爆了 我們就拿出來 紅色那塊 是 陰法 當然我們用的物料是陰的 這些力量都很大 師傅師傅覺得這個骨頭有什麽用? 老張當你們供了 每一種的法科 他都有一個能量 你們是人形招救保平安 他可以遷移衣服 幫助你一些事 在家庭裏面 一個隱形的人 你不停供養他 給他吃 他會舒服 他會吃飯 或者你給他東西供養 他會舒服 他會幫你做一些事 這些口訊他舒不舒服 我問他在哪裏找回來 這個可以說 這個就是骨頭 這個就是骨頭 因為全部有關於屍體的東西 我們不說那裏 是 那個大量 很大 我再次跟家庭館說 香港的法例 是禁止屍藏人骨及屍體 無論哪個部分都是犯法的 更加不可以是買賣和運輸 我剛才看到片段很驚訝 我看到Monna拿著那個老章 還拿來嗅 為何你會用來嗅 你嗅到甚麼味道 其實我嗅下去 就嗅到一些花油的味道 而且是香香的 有甚麼味道 我又沒有嗅到有腥味 可能花油的味道已經蓋過了 你猜猜同嗎 我就是覺得香 完全不像屍體味 為甚麼呢 我自己有疑問 可能他們不知道怎樣製造 如果老章乾了 應該像華妹一樣 乾了 或者呈現黑色 我不知道他們用甚麼方法製造 第一,不會濕 第二,應該不是紅色 當然…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也要問問師傅 師傅,我剛才說 他是拜鬼,求鬼 求鬼當然鬼那麼小器 或者鬼需要有些東西還回 有否求鬼後 反而鬼不甩後 可以求助於其他門派幫忙 有,其實我曾經聽過 一個行家的例子 他說他去泰國 請一個鬼仔回來 去幫他辦事 然後那個鬼仔提出一個要求 其實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去辦 但他答應幫他做的事 他真的很需要去達成 才能令他人生再進一步 最後就好像假意答應了鬼仔 最後真的願意嘗 誰知道最後他就把鬼仔不要 就放在樹 找棵樹的旁邊放棄 最後然後就… 最終是沒有了命 所以這種情形… 對,死了 那個人是死了 所以這種情形一定要有借 就要有還 所以也不可以對鬼的承諾 就是我答應你不做 我會說拜神 我們還神是一個未得 但答應了鬼的事 你不是說不還便沒有未得 而是逃了機會會沒命 我自己怎樣看 神有未必求 鬼就更加不求 我自己相信我自己一起隨緣 是你的就始終是你 這個問題要問問幾位 求神就有很多規矩 求鬼就可能很快 那你們會選擇甚麼 我會選擇正當的途徑 我不會說求鬼 古彭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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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會選擇快的途徑 你會選擇快的嗎 我是不會的 師傅,你經常教我們心線 自然好運 對,這句… 這句學到東西了 當然一會回來 我們也會帶大家去泰國 看這個不思議手機 這支油,如果查了 要求錢也可以 找到很多錢 查完會付錢 一會兒 在哪裡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怪談》 泰國不思議手機 待會我們會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如果大家有任何靈異經歷 或者有問題想問豪雲師傅 都可以打來183112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靈異經歷 如果你們說得開心 你可以問問我 問問其他人 究竟哪個藝人去泰國借運 或者有甚麼方法 我有時會口輕起來 就是告訴大家 放回泰國 謝謝 阿讚濕雖然給人一種 喜怒不形於色的感覺 但見大家對他收藏的 陰法聖物很有興趣 一時興起 就將他從來都不會公開 用人體器官造成的 各種各樣的鬼仔給大家看看 師傅 這個…你們稱為絲油 絲油浸著一些… 我們… 但有舊東西 有浮冬 有些浮冬鎮壓著的 爛掉了 撿國痛呢 可以嗎 有甚麼用的 這是可以求試的 撿國痛呢 那些經過… 經過… 是陰藥 可以求一些事業 求一些人員 求一些保護活動 然後…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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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化了 勒漏… 因為年紀很小 那些骨子不會很強壯 這些我們稱為退化骨 會裂的 壞掉了 脫了手、脫了腳 師傅會中碎 我們要做這些 威力也很大 這個我們也稱為聖物 你們經常用陰意去平衡 佛可以保佑你 鬼也一樣可以保佑你 每一個物料都有它的力量 可能加了很多東西在這裡 可以打開它嗎 喔… 師傅裡面有些什麼 阿正 這些東西來了 六滴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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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胎 喔… 六滴… 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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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即是童子嗎 是… 這裏是不要的 畢人在那裏 怎麼… 那裏是否… 那裏是要放鬆 那裏裡是否有分 是… 如果我要許願拿回家 那我就面對著他 我的手比較肥 嗯… 就對著他許願 拜神也要求的 陰野也要求的 達成你們的願望就行了 這一個是甚麼來的 這個呢 這個是半夜 是不是適應的 是半夜 我拖我拖 這就拍了這個陰野 有沒有感覺 我感覺到有一段 是這個 但是陰野一定是行氣的 有些冷、有些熱 或者你的膝蓋要發興 有很多個特徵 告訴你這是甚麼 你們猜不到的 蝙蝠 這些招材 泰國人很相信 招材 這個呢 這個是女鬼 女鬼 大鬼 大人的 對 通常我們的古曼童 或者大鬼都是用男性 不是男性 古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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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你這麼喜歡 古曼童 人們很乖 他不是很教訓 古曼童 古曼童 就經常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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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 很少公開 很少公開 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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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們很少… 很少公開給你看 人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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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婚 三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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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 三個小朋友 分差的是不是你跟 是 這裡看見會更多分差 好嗎 剛才師傅這個作用又是甚麼 他寫了些低迷惑 怨氣很重 是甚麼最大的能量 又有可愛的感覺 又有說話很厲害的感覺 這種… 像零零零 如果需要做一些生物 我們為了漢光 或者做一些佛派 這些原材料已經沒有機會了 現今我們拿不到的 火葬的 完全沒有真思 這些是師傅收藏的 那這個國法會是怎樣做的 那這個國法會是怎樣做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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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油 如果塗了 要求錢都可以 賺很多錢 塗完會不會付錢 一會 是 是 可以嗎 古曼彤,Monna 聽到用小孩子來造成的師傅 除了令人口齒伶俐之外 還可以增加人緣和財運 竟然想也不想 馬上接受阿讚濕的師傅法事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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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師傅說 雖然阿珊濕貴古曼童芒芽 做的私柔法事是陰法 但由於有師傅的咒語和法力加持 所以不會造成私氣攻心 甚至比鬼前身 但如果一般人自己亂來 不僅會出事,後果還非常嚴重 你們兩位塗屍油,說你們厚恥凌厘 當然我要考考你們,很簡單 由一數到十 當然,看看你們有多厚恥凌厘 對,塗完屍油就更厲害了 你跟我說,一至十而已 零爽三士烤鶴之八九舌 零爽三士烤鶴之八舌舌 可能你要多塗一點,到你了 我已經記得做了 其實是泰文的一二三四五七八舌舌 你們倆送了一些屍油給你們 你們收了後放在哪裡 我不敢拿回家 其實不能帶回香港 我不敢帶回香港 不知道,我很害怕不敢拿回家 不知道有甚麼,然後發惡夢 就放在泰國 放在泰國 對,放在泰國 給了師傅超 給了師傅超 不知道如何 那種不同呢 也一樣 因為他給了我一堆辣 我已經沒想過拿回家 是 太陰 是… 剛才我看到影片 我看到人骨 他們用頭蓋骨 還用人來製造屍油 為何泰國法科用人體器官來製造屍油 在中國法科中 又有用人體器官來做法事嗎 其實在中國來說 我知道泰國很流行 例如是用過了身的嬰兒 或是意外慘死的人的頭骨 或是他們的血 或是整個屍體去製造 以中國法科來說 比較少會用這些東西去製造 但會否用人體的東西去做法事 會 例如做很多的藏生肌的道術 去幫人增運 也會用 但所用的其實也不會到裡面 例如是外表的頭髮 或是手指甲或是皮舌 不會去到頭蓋骨 血會否用 血也會用 血也會用 但也會用自己 例如幫你私號提升運 就是用你的指甲、頭髮和血 但不會用古曼童的血 或古曼童的血 即不會用人體的 不會用人體的去做某些事 也不會用屍體的 我們在錄音來說就沒有 好的 馬上打電話來跟我們聊天 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或是你見過甚麼 因為我們全輯中都會說 就是東南亞一些 大家未必見過的人與視 好,問問兩位 你這次去了 剛才踩了玻璃 我還沒問你們是否害怕 你們不害怕嗎 其實很害怕 但你的樣子好像不害怕 不是,其實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們也沒試過 真的有時候睡不著 是嗎 對,因為我很害怕 整個旅程中有很多東西 大開眼界 對 看都沒看過 對嗎 很害怕 好,看你們這麼害怕 觀眾當然想看你們怎樣害怕 好,如果我關上一會 待會聽大家的電話 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怪談》的《泰國不思手記》 今晚的電話相當多 我也要跟嘉寧觀眾說 有一個美少女在等著跟我們聊天 她是70多歲的九姨 九姨你好 就是看完我們才去睡覺 九姨 你好 你好,我聽到了 是呀,九姨你好 歡迎你支持我們 我也要跟嘉寧觀眾說 無論是打電話給我們 因為我們正在做現場直播 你將電視機的音量盡量收細 否則就聽到兩把涼燒的聲音 好了,九姨 是呀,你發生了甚麼事 你要跟我們分享 我幾個月前 我打電話給你們歸害 是 我說經常見到一些先人 你就知道我70歲 突然間忘記了 我沒有打電話 他們電視機說 我經常見到先人 我以前發生的事情就很慘 我去完廣州就住了一間尾房 那間尾房就堆住了升降機 回來不夠一個月就發生了很多東西 嗯 那我就… 但如果現在… 我已經70歲,還沒試過 嗯 為了倒流也不得了 肚子兩邊就抽著痛 嗯 那還沒回廣州之前 那些相架呢 我突然聽聽聽你們怪男的相… 喂? 是…你繼續吧,九姨 木… 無端端那個木… 木的相架 我有牧場遮住 沒理由那個相架 木的 他就埋在窗樓 整個相架就掉到我那裡 那邊那裡 那我就拿回去 那一晚我就去洗手間 那看到有個女人穿著 穿著黑衣服 穿著黑頭髮的 五十多歲了 那因為我穿著暗暗的燈身 發了三晚就不見了他 那不停現在發生了很多事故 是否即是九姨 你去完廣州住那間酒店之後 你家就發生了 發覺有鬼在你的家 是嗎 還沒去廣州之前 已經發生見到有的了 去完廣州回來之後 就不停那裡痛 那裡不舒服 那裡不舒服 那浩雲師傅 好像九姨那樣 我懷疑就有靈體交 因為我七十歲的人 從來沒試過這種情形 經常發夢見到那些仙人 好像我媽媽95歲睡覺 年底發夢兩晚 我前天才生了 就一個寶寶 現在隔夜又生了 寶寶,所有仙人都看見我 九姨 你信不信嗎 因為我聽很多長輩說 其實如果你發到仙人 尤其是到那一年紀 如果你在夢裡 你記住一件事 很多老人家都教的 如果你在夢裡見到一些仙人 自己也有那一年紀 你就一定要跟他們說 可以的了 你們在那邊生活 可以的了 我這邊很好 因為有些人就說 是 到那一年紀 見到仙人 一定… 你在跟他們說吧 可以的 你在跟他們說 我有空,你跟他們說 我說,我知道了 我說,你去你的快逛 我的快逛 現在最近更糟糕 我這裡住了很久 半天忽然聽到一些呼吸聲 又有些聲音 每天三更半天平衡白走 我聽聽師傅可以先做家宅 有這個靈體出現 你可以怎樣處理 我再教你另一件事 靠雲師傅 狗在家裡發覺自己有靈體 他最簡單去做甚麼 其實這個情況聽起來 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就是家裡本身有些原居靈體 為何平時他接觸不到 因為外人有陽氣 他也未必可以接觸到你 但他可能去完廣州旅行傳 旅館之後 可能會惹了一些陰氣 年紀又回到差不多 令他的陽氣不斷下降 同樣的陰氣上升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交感 會接觸到 明白 在這種情況 我覺得他有幾件事可以做 第一,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第一,他首先不可以害怕 因為靈體越害怕就越欺負人 第二,當遇到這種情況時 我們可以唸咒 例如最簡單,如果不是有法在身 唸六字大明咒 是 因為很多人都試過這種情況 我都教他 心唸六字大明咒 然後就會發現沒有這些東西 會去跟身 第三,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在家裡 我們去買一些稽錢 類似像拜四角那樣的情況 然後在家裡燒掉 然後就會叫他們去逃 但這個情況 我想到了他這麼大的年紀 我就不太建議 我恐怕他做得不正確的話 反而會引進去 引進去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情況 就是第一,不要盡量開槍臉 一定要盡量開槍臉 令到光可以化散 令到裡面不會那麼陰暗 第三,不要想,不要怕 第三,可以去念經 是的,九一 因為有些老人家教 因為年紀大了 身體可能比較弱 也就是以前的先人回來 想跟你做朋友 但曾幾何時 有些老人家教 如果你做夢夢到先人 你也不想跟他走的話 其實簡單一點 以前有些人說 你做夢夢到先人 你跟他說 你有你去那邊 他們翌日醒來就怎樣 打開門 丟了一把剪刀出街 剪刀? 對,即是跟他兩個世界 不是,是兩個世界 你有你的世界 你不要來搞我 對,即是通知他一聲 有些人回魂也要這樣做 對,這個儀式叫破殺 破殺 回魂時是第二天 見過親人後 或者我們說有牛頭馬面來家後 第二天甚麼都不要做 一開門就把剪刀扔出去 這樣跟他說劃清艾線破殺 那就不要了,不剪刀 因為我們電話很多 還有靈小姐在旁邊 靈小姐,你好 謝謝你支持怪談 靈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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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謝謝你支持怪談 你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很久了 起碼三十年前 你再說 是,你繼續吧 可以再說吧 在三十年前 我試過… 起碼三十年前 我就跟一班朋友在下白禮 劉文山裡面的下白禮上面 駕駛了一輛車上去 一個地方 是山上面的 一個空曠的地方 我忘記了我是在哪裡來的 應該是下白禮那邊 我們停下車在山上面 是一個很空曠的地方 我們整班朋友就聽到 有些軍隊在那邊操兵 嗯 聽到是類似一班人在那邊操兵的聲音 接著之後就好像有些槍 以前比較…那些操兵的槍 是 槍槍那些合聲 軍隊在那邊操兵的 就是走路一樣 操兵的很大聲 好像以前那些日本… 我們小時候見到日本 我明白 日本機裡面的軍隊 我明白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看看車外 因為那時候有五個朋友 六個朋友在車裡面 全部人都聽到了 但我們看到四周圍裡面 是完全是沒有人的 是我們在車裡面 那之後我們就很害怕 我想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 這個問題就是 聽了那次的軍隊 操兵的聲音之後 日後還有沒有發生這些事 沒有 所以當時我們很害怕 然後我們就馬上開車 馬上離開 之後有沒有不舒服 然後我們就關上山洽辯 然後我們就問其他朋友 你們聽到嗎 他們就聽到 聽到是有些操兵的聲音 我們不如這樣 馬上駕駛的地方是好人去的 不如這樣 我用一個最科學的解釋給你聽 其實外國已經研究過 因為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影像 譬如我們現在五個坐在這裡 如果濕度和光度是一樣的話 我們就好像錄影機 錄下了我們的影像 真的嗎 我們一說的話 都可能在100年後 或者50年後 重新會在同一個濕度 同一個光度 會呈現出來的 即是錄下了 這種就像… 大家有沒有聽過海士神流 有… 其實我不會稱這個為見鬼 只不過是看到一個現象 是一個影像 當然我剛才問他 有沒有發生不舒服 或是甚麼 如果沒事 只是一次的話 其實不用擔心 看看大鐘差不多 大家繼續打電話來 因為我梁少和浩雲 會到外面聽你們的電話 聽聽你們有甚麼需要幫忙 下星期準時見大家,再見 再見… 我們下單字幕… 我們下單字幕... par…